平台商务模式乃是大势所趋 如今平台商务走的是懦夫博弈路线 如果说有一种商务模式能对平台商务构成威胁的话 就会成为 如今我所眺望的就是平台商务的下一代商务模式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历史 1999年我创办了一家购物网站 imkorea.com 只因没遇到大投资人导致最后功败垂成 几乎同时起步的亚马逊阿里巴巴后来都成长为巨无霸企业 而我则未能穿越这片死因的幽谷成为创业炮灰 住进一处月租房 在那里的三年惨淡岁月 大家觉得我都想了些什么呢 继续投身平台商务以图东山再起 不会的 我绝对不重蹈覆辙 时代总在变化 总有一天这平台商务模式也会被时代浪潮所淘汰 让位于后来居上的新一代商务模式 那么它的弱点是什么呢 千千万万供货商所提供的千千万万种商品充斥于其中 导致我们消费者在购物时意识不知从何选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供货商太多 但价格却并未下降多少 各位每当进行网上购物时 对于哪种产品最好其实也感到很迷茫对吧 还有若购买之后发现种种问题 下次网购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商品 然后开始新一轮挑选商品时的迷惑 这种选择压力也是一种问题 若存在10%的不满意就等于价格贵了10% 50%的不满意就等于贵了两倍 着眼于此我不仅想到 如果我能打造出一种平台商务模式 可以有效地弥补现有平台商务的缺陷 那么毫无疑问 他一定会成为现行平台商务模式的继承者 后平台商务模式 这番想法是我经过三年研究 而探索出的一个方向 商务平台的作用在于汇集所有消费者与商品供货商 使双方各取所需产生经济上的交流 问题是在这个平台上的所有消费者都是一片散沙 虽然看起来都聚集在一起 消费者聚集在一起对不对 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有机的联系 我们直销业虽然同属网上购物这一商务模式 然而一旦有一两个人以上聚集 我们就会形成有机的组织 对不对 大家都有自己的所属团队吧 直销这个平台固然会赚钱 平台上的人会不会跟着野赚钱呢 会的 那么这里的人会往这边跑吗 不会的 同时这边所聚集的无数散沙 消费者有没有可能往这边跑呢 有可能 对吧 我们都在一般商务平台上购物 不过购物之后又怎么样呢 不会额外再给什么的 所以消费者对于各大平台商家 不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但是只要来到了爱多美 哇 这里的产品价格更低 品质更好 还给35%的奖励呢 所以说来到爱多美的消费者 还会不会跑到别的平台去呢 不会的 只会有人来 不会有人离开 其他平台的消费者将不断前来 随着时间流逝 较至如今这些年度业绩 都在100万亿 200万亿的巨型商务平台 我们爱多美商务平台 会不会变得比他们更大更强 会的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我们大家都在参与这一历史过程 爱多美如今刚刚起步而已 这种未来商务模式 这种平台商务模式的下一代商务模式 爱多美如今才刚刚起步 其实根据直销业的原理原则而言 相对一般平台商务模式 直销模式拥有天然制胜的DNA 惋惜的是 按照直销原理原则去经营的直销企业 放眼全世界我尚未发现一家 各位你若发现爱多美产品价格昂贵 或品质低劣 请千万不要购买 爱多美若存在这样的产品 就让它灭亡好了 秉承这种精神 我们才会打造出一系列令消费者钟爱的产品 我听说好多直销企业 以宣称体验产品 推广产品为理由 而要求会员无条件购买全部产品 我认为 直销商务模式 如果真能够按照直销教科书上的原理原则 去改变自身的话 就充分可以弥补完善现金商务平台模式 所存在的种种缺陷 多年前 我正是看到了这一光明前景 看到了爱多美 作为一种全新的未来商务模式 大有可为 于是不顾创业初期的种种艰难 毅然创办了这家爱多美企业